其實是用背的 結果是用背出來的 不是用理解的 所以以前推什麼建構式數學有大概道理 建構式數學真的是推理出來的 不是背出來的 有些東西如果數學用背的話 那你就麻煩了 超過那個表裡面的可以 就是表裡面可以 但表外就會出問題 OK 第二個的話就是說 我們在底下把公式複製一個好了 假設我今天不要用公式的方式 我用VBA來做的話 我剛剛講過 我們以後的做法 你如果將來需要產生一個 試算表的話一定會有個範圍 範圍不外物就是藍跟列 那列的話我會把它擺外面 藍的話擺裡面 大概就是這樣子 範圍比較跑出來對不對 再來的話怎麼樣 讓它每一格去產生它要的結果 所以它要的結果就是我剛剛寫的這一段 後面還沒寫完對不對 那字太小你可以把工具選項 把那個撰寫風格裡面呢 字把它調到大概12好了 OK 按確定 好 字稍微大一點 那這個指的就是說 他們每一個 那因為I跟J會變化 I的話是2到10在變化 J也是2到10在變化 OK 那會先把J跑完 再跑I喔 也就是說2 它會I先進來對不對 先2 然後呢 J就是22 2324一直到20 然後再跳出去 變I的話 它又變3 然後進來的話 32一直到10 然後在外面 I4 然後再進到J裡面 也是2到10 這個邏輯我想各位要慢慢要習慣 因為藍列它的跑的方式大概是這樣 那我如果要輸出的結果是輸出到初春格裡面 等於什麼呢 等於 那再來的話 因為我要先上面的藍對不對 所以藍的話我們先取這個 這個是在B1 B藍的地方有一個值 那這個值的話我們用J來表示 所以剛剛的公式是B1 那這裡的話我們用J來表示 那J它的預測值是從2開始 可是我們要輸出的值是從多少 1開始 所以必須怎麼樣 把它減掉多少 減掉1 為什麼要減1呢 因為它從2開始 把它減1不是從1開始 對不對 然後在乘上 中間有個乘嘛 所以串接 記得在BBA裡面 如果串接的話 這個end符號前後一定要空白 但是在我們資料編輯列裡面不用空白 這個是差異 前面好像有講過 然後在雙引號一個X 串接什麼呢 串接一個乘 那乘上什麼 乘上I I一樣要什麼 減掉1 為什麼 因為也是從2開始 它如果沒有減1的話會從2開始 會變2到10 所以減1之後就變1到9 然後空一個end什麼呢 end然後一個等號 你會發現這個其實跟前面好像那個公式很像有沒有 然後只差鎖定的符號 那等於什麼 等於end把兩個相乘 那兩個相乘的話 第一個是追-1 刮乎乘上 這個地方好像沒空白沒關係 直接乘上什麼 I-1 有沒有 這個公式其實 這少一個串接符號 這邊少一個end 串接 ok 好 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把公式給串接出來 其實你們可以比對一下剛剛的公式 其實這個公式的話 類似像這個公式 你可以把它拿到下面來比對一下 基本上很多地方是很類似的 我把它當成註解好了 你會發現